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道题打眼看上去眼眉空间依然是很大 但是它还是存在着缺陷 跟我们上一道题一样 如果次序得当 方法得当 还是能把它杀死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缩血眼眉 能不能把它杀死 如果我们往黑棋的眼眉空间里钻 黑棋一虎作眼 我们突然发现 当它虎下来的时候 跟我们上一道题 居然是变成了一模一样的形状 那我们就铺 它提我们一点 就把它杀死了 看来这个答案来得有点过于容易了 太快了 很简单就把它杀死了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个样子 当我们白棋缩小眼眉的时候 黑棋它这个时候不行 一虎就被扑死了 所以说它要接上 这个接上 这个脚步就是静活了 白棋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把它杀死 他们可以共同来试验一下 比如说往里头 继续往脚步空间前进 这个时候黑棋一跳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能看出来了 点我就接上 这有一个眼 脚上一个眼 活棋 这是标准的静活 如果白棋从这边来 那歪一个 给大家摆一下 如果点挡住 这个看得也很清楚 两只眼活棋 杀不死 因为这个形状 它就是静活的形状 比如说你进来靠 也是简单的一般 来破眼的时候 一弯 也是火 火棋 这个都是杀不死的 所以这个 一旦让黑棋站到这里 那这个箱就变成静活了 实际答案我想大家在大家的头脑里已经形成了 就是说刚才我说了一句话 就是黑棋站到这里 这个脚就是静活了 那看来是不能让它站上 那怎么才能不能让它站上 那很简单 你就先走到这里 就OK了 先走到这里 这样它就站不上了 它没办法 它现在只能吃你 这么吃也好 这么吃也好 都是一样的 这两个吃法都是一样的 无论它怎么吃 你都点到这里 这样呢 就是说这个脚就死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着急去吃这两个字 黑棋就活了 因为它提了你是先手 这个它可以提掉 只能叫吃这两个字 这个时候黑棋就做出两个眼活棋了 因为这里是达尔和恩一 你提掉这两个字 黑棋可以提回来 你再打吃 它可以连上 这样看得很清楚 两只眼活了 所以说这里需要我们大家多记一下 千万别着急吃 当这个黑棋来吃 你说白棋千万别着急吃这两个字 因为吃这两个字 把黑棋反倒吃活了 黑棋就有两个眼了 那么黑棋这时候要站住要点 点这个 如果黑棋这个时候提掉 这颗白棋做眼的话 我们再往里头冲 这样这只眼就是假眼了 无论它怎么做 它也做不出来真眼 比如说它要走这个 那很简单 打吃 这就是假眼了 在脚上这个空间不够做两个眼 那它要是传到这 做眼 我们叫吃一下先 这样它就死掉了 把这个眼就给破掉了 那么这个形状的正解啊 断 就是这道形状 这道题的正解 先断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点 这两步棋都非常重要 而且它们的次序也很重要 要先断 后点 如果你先点到这里 这个也是杀不死这个黑棋的 因为黑棋 我们说了 它可以粘到这里 别的我们都不用讲了 因为接到这里 这个形状就是杀不死了 它就可以静活了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夏维奇呀 做死罗题的次序很重要 先断 后点 是这道题的正解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的这道题 这道题和前两期的题 题目差不多 眼位的空间都是非常的大 要想把这个 如此大空间的这个角杀死 难度应该是不小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用我们最常用的 缩小眼位的方法 看看能不能把它杀死 在解题之前 反正我是有这种感觉 应该是缩小眼位是杀不死的 因为它的空间太大了 缩小眼的空间太大了 如果我们从这边搬的话 它就简单的一跳 看得很清楚 两个眼活齐了 那么从硬水的这边 往里钻 也是黑旗 弯在这里 也是两个眼活齐 这都是比较简单了 看来这个损小眼位是不行的 那我们只有深入到这个黑旗 这个脚上 它这个眼位的要点上 我靠一个 这也是常用的要点 当白旗靠到这里的时候 黑旗扳 如果黑旗立的话 黑旗顽强的在这里 做一只眼 这个时候白旗也有一步好旗 就是拖到这里 拖到这里 黑旗 你不能让它连回去 所以说 要导致 白旗这个时候可以 弯到这里 做结 但是这个是缓气结 白旗要想打赢这个结 在外边必须要收紧黑旗的气 这是缓气结 那我们看看还没有更好的方法 能杀死这个黑旗 就是靠的时候 黑旗扳 我们这时候不利 这时候还有一个小尖的手段 如果黑旗打赤的话 那白旗就简单的把它接上 这个时候黑旗发现 由于气太紧 这个子发挥作用了 这个硬锤发挥作用了 这个时候黑旗不能这样做眼了 如果这样做眼的话 白旗简单的一般 黑旗这里不入气 全部死掉了 这个死的有点冤枉 这个气太紧了 死在这个气的手上 那么黑旗现在这个打赤是不成立的 打赤不成立 那黑旗就做眼 做个眼 这个时候白旗往回肚 要就连过 如果这时候黑旗打赤呢 白旗依然接上 黑旗不能分断白旗 还是死在气的手里了 那黑旗只能分断白旗 不让这个白旗联络 这个时候白旗 不接 主动不接 黑旗就是只能打结了 也接不上 所以说就只能打结了 这样的话 小尖到这里 是这道题的 应该是这道题的正解 变成了打结 这道题 我们多说一下 因为上一道题呢 我们是立到这边 因为立到这边呢 对这个脚是丝毫威胁都没有 这个脚呢 是完全的静活 没有能杀死他的办法 而立到这边呢 就是打结了 所以说这个 看着都是力 好像区别不是太特别大 但是实际情况呢 确实这个 这两个力啊 对这个脚的影响是天杨之别 一个是 毫无影响 黑旗近活 力到这边呢 就是先手了 如果你不走的话 就打结 把你这个脚杀掉了 看着这个空间很大 但是这个力的方向很重要 力到这边 这个脚就打结杀了 这个脚步啊 实际上是我们在实战中啊 经常会出现的这个骑形 我给下面我给大家摆一下 它是在实战中怎么出现的 这个形状啊 白旗 因为大飞手脚啊 这个骑形 大家应该是相当的熟悉 在实战中啊 应该是 下过无数次的这个形状啊 到这个形状啊 黑旗有直接啊 套三三的这个手段啊 把三三这个脚 全部这个抢走啊 实际全部抢走 白旗 挡住 黑旗就爬 然后 白旗搬住 黑旗搬住 白旗护住 黑旗这边搬 白旗挡住 然后黑旗 先打吃一下 白旗接上 然后黑旗也接上 这个时候啊 这个断点很严厉啊 现在白旗不能着急吃这个脚啊 脚上这个子啊 必须把这个断点补上 然后黑旗啊 时需要补齐了 比如说我们接上 黑旗 把白旗把白旗把外边这个黑旗这个子啊 爆死 我们看一下 现在脚上这个旗形 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 给大家留这个题 少了一个力的变化 啊 这样这个脚啊 现在是静活 但是 以后白旗要立到这里的话 那就是先手 因为这里是打劫杀 可以把这个黑旗这个脚啊 打劫杀掉 但是啊 白旗立到这边呢 对这个脚就毫无影响了 就是立到这边 对这个脚 一点办法没有 黑旗是静活 如果这个补齐啊 是这样啊 刚才走到这里的时候啊 走到这里的时候 呃 黑旗如果是虎的话啊 因为补齐你可以粘嘛 也可以虎嘛 这个虎的话啊 黑旗再立到这里 那这个脚 对这个脚就没有威胁了 黑白旗立到这边 这个脚是静活 但是啊 虽然呃 这个白旗立到这边没有用 但是这个时候你虎的话 白旗立到这边 那 黑旗就要补齐了 因为这个脚 我们说就可以把它杀掉了 因为我们上期节目已经讲了 这里有一个铺的这个手段 很厉害啊 铺就就把这个脚杀掉了 立到这边 所以说这个实战中啊 我们这个怎么补齐 很有说法 就当我们这个下旗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是粘还是虎啊 这就要看呃 白旗的这两个立啊 立这边和立这边 对气盘外面的影响啊 如果立这边 对这个 我们黑方啊 气盘外面 有影响的话 那我们就不能让他的力成为先手 那我们怎么补呢 我们就得 补着补 这样他的力 就影响不到我们的脚上 所以说 他影响不到我们脚上 他就不是先手了 所以说对我们 我们就可以在外面走齐了 他立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走到外边了 如果 白旗以后 立到这里 对外面有影响的话 我们外面要补齐的话 那我们补齐的话 这个时候补齐就应该接上 这样的话呢 我们接上以后 他立到这里 对我们脚上没有威胁 我们就可以把旗走到外边 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里 这个非常有用 因为这个你要掌握的熟练的话 就是说在下棋的时候 你就会马上判断出 我们应该虎还是应该接 这两个力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把它记牢 好 回到我们这个提的这个形状 这个提的形状 杀这个提 要点是靠 我们大家把这个替住 以后 当遇到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快速的判断出 如果他立到这里 我们用不用补齐 答案是必须补齐 不补齐 他有打结杀我们的手段 好 按照惯例呢 我们还是出一道题 留给大家回去思考 这道题呀 特别有意思 它有意思在哪里呢 因为这道题 它有个非常不太好听的名字 它的名字 这个提型的名字呢 我们为其术语叫大猪嘴 猪嘴 因为它的形状长得像猪的嘴一样 所以说呢 我们的围棋前辈啊 就给它起个名字 叫大猪嘴 它的解答啊 是 如果你会的话 非常简单 因为它有个口诀 现在在这里呢 我就先不说 让大家回去思考一下 等下一期呢 我会把这个口诀告诉大家 如果你把这个口诀记住 记住以后呢 你就按着口诀去下 就会很容易的 把这个大猪嘴呢 杀死 好 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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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